佛菩萨的慈悲 佛菩萨的恩德 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 苦难 动乱的时代 我们能够往生 我们能够在这里生起坚定的信心 坚固的运行 前面第十八人 十年彼此 告诉我们 纵然是说了 无你事故 乃至于罪重 不能再重点罪业了 破获身 你能够信受奉行 念佛求生的这个法门 统统得度 这可得了吗 那这才是阿弥陀佛 真正究竟慈悲 究竟方便 没有遇到 那是没办法 遇到了 搞清楚 搞明白 哪一个不往生 我每天早晨起来拜佛 最后的三拜 带 并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礼佛三拜 求生 进度 没有分别了 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往生 监督 都能够快速的 证得 无上不提 那么我们 看到此地 也安住 中道实相 怎么更安法 我有没有分 有分 怎么更安法 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也没有 就是安住 中道实相 中道实相 就是这一句佛号 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你 我没有说错误 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佛号功德说不净 不但我们说不净 祝福如来 在一起 跟我们说 也说不净 为什么说不净 他是诚信的 不是诚信的 多有识有终 能说得净 他就是自信 自信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你这么说 那于是乎 原理菩提 跟原似菩提神 是一体的两面 分不开架 看下面这一句 而原成 上求下化之 远行 视为最上 菩提神 安住中道实相 不是什么都不干的 上求下化干的 上求下化不是做了下吗 他不做下 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上求下阿弥陀佛 下化一切众生 心里头还是一个阿弥陀佛 心里头没有第二个念头 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穿衣吃饭 心里都是阿弥陀佛 工作 心里是阿弥陀佛 待人介屋 心里也是阿弥陀佛 出阿弥陀佛 心里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就是一尊阿弥陀佛 妙极了啊 不妨碍上求下化 不妨碍 生活 不妨碍 工作 不妨碍 待人介屋 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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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8. 连离菩提心破坏了 阿 祢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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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